大家好 欢迎收听《政相报》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讲关于美国的话题 现在美国的总统选举正正处于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媒体大多数都是关注于 何锦丽及特朗普这两名总统候选人的最新动态 昨天有美国的媒体竟然揭露了一单消息 有近100万名的移民在拜登政府底下 正正地竟然获得特赦 这叫做Quiet Amnesty 静默特赦 什么叫静默特赦呢? 原来是这样的 根据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在昨天发布了一份长大16页的报告 这份报告揭示了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 就有超过70万名移民的案件被驳回、终止 或者以一个行政方式来结案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这70万名的非法移民 可以获得无限期逗留在美国 而且这个数字正正是持续增长 还有就是在过去这几年 美国的南部边境也面临着移民人数激增的问题 另外这份报告也发现 国土安全部有大约多达20万案件 是由于没有踏齐资料拿上法庭 所以这20万宗案件都不可以启动任何驱逐程序 意思就是当中这20万宗案件 里面所涉及的人士就不用上庭了 同时也可以无限期继续逗留在美国 这就是所谓的静默特赦 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这最新份的报告 也显示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 所驳回的多达几十万的移民法庭案件 也获得无限期可居留在美国 至于共和党领导委员会更表示 拜登政府为了确保有多达一百万名非法移民 可逗留在美国而不用被驱逐 竟然通过司法部及国土安全部的一些行政手段 而且这个趋势是没有停止过的迹象 而众议院委员会也整理了一项数据 这份数据就追踪了多达自2021年1月20日 到2024年6月30日的移民案件 当中他们发现竟然有多达45万9千多单案件被驳回 这些案件被驳回的意思就是不用离开美国了 说到这里或者我需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是如何处理非法移民的 当一名新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被逮捕之后 移民局便会按照以下这几个程序来处理 首先非法移民通常会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或者由美国的海关执法局所逮捕 继而送到移民机压中心 在这个机压中心里 他们就可以等待案件进一步的处理 而当逮捕之后 移民局便会进行初步的释损 去确定这名非法移民的国籍、身份 以及有可能他们会是寻求庇护的请求 以及其他相关有关的法律申请 如果被逮捕的人声称需要庇护的话 他们是会有权利进行庇护适选的面谈 这也是由庇护官员及移民法官进行的 称之为Creditable Fear Interview可信恐惧面谈 这个面谈就是要判断这位有意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 他们提出的理由合不合理了 好了 下一步 移民局便会向这些非法移民发出出庭通知 告诉他们要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地点 接受移民法庭的审理 在移民法庭的凌晨之中 移民法官亦会逐一地审查每件案件 并且在法庭内决定这名非法移民需不需要遣返 而在审理期间 非法移民更有权可以申请各种法律救济 其中包括例如那名非法移民可能有合理的理由和证据 证明他是受到迫害的 另外 非法移民也可以申请一个叫U签证 这个U签证就是为一些犯罪受害者 给他们和执法部门合作的一个特殊签证 还有他们也可以申请暂门遣返 如果符合儿童入境暂门遣返的政策资格的人就可以申请 除了通过法庭来到审理移民案件外 也可以透过行政结案的方法 如果非法移民是不符合优先处理的标准 移民当局可能会选择行政结案 也就是意味着案件可以获得暂时各自 到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找他出来受审 而且某些案件有时也会使用家族驱逐的方式 家族驱逐的方式就是无需经过移民法庭的审理 直接可以将非法移民遣返 如果受到移民法庭裁定后需要遣返的话 这些非法移民更可以有权向移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但如果去到最后上诉也被驳回的话 就会进入最后的遣返程序了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从逮捕非法移民到摆上法庭审理 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可以 而且也视乎每个个人的情况和复杂的程度 以及法律程序的进展 因而移民法庭是规压着非常海量的案件 而根据纽约邮报的数据分析 相比起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就有多达10万宗案件被驳回 在拜登政府反而这个数字就激增了多达575% 另外根据说成泰沃事务记录所所收集的数据 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就只有多达9万多宗的移民案件被终止 而这个数字也包括一些被驳回的案件 不过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就超出了很多很多倍了 而另外根据国土安全部的马若卡斯 在今年1月时也承认在拜登政府期间 有多达85%以上的创纪录的尋求庇护者 在南部边境逮捕后就释放到美国其他地方 给他们等待移民聆讯 而至于由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首席法论顾问多尔尔 在2022年4月3日撰写了一份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由于 积极压了大量的案件需要结案 而这些案件对国家安全、对公共安全 甚至乎边境安全是不构成威胁的 而安全部的律师他们是可以拒绝提交移民案件的出庭通知 或者以一个迅速的方式将所谓这些非优先案件 剔除案件排期里 另外有大约多达700名移民法官 负责处理这些庞大的移民案件 在2023年12月当众所存在的积极案件 就已经超过300万宗 这个数字可为创下历史新高 大家可以试想想一下 300多万份的非法移民案件 而每一宗案件都需要由人手逐一处理 以美国政府的效率以及人手 就算你要请多一倍 也就是有多达1400名移民法官 都没办法可以在短期内全部处理了 所以由拜登政府总统所任命的司法部部长 在2021年7月恢复了行政结案的方式 什么叫行政结案呢 就是不用通过法庭就处理好案件了 还说到这种方法呢 还说是要比特朗普期间更加有效率 既然会比特朗普期间更有效率 那为什么去到拜登政府期间 这个问题就恶化了那么多 在2022年4月3日的时候 当时的备忘录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大量案件的积极 于是乎也主张要将一些 不会对国家构成安全 不会对公共构成安全威胁 又或者不会对边境构成安全威胁的案件主动结案了 而且在另一份由前移民主任尼尔的一份备忘录之中也暗示 当时他们是鼓励法官要多些将非法移民的案件驳回 出现的结果就是有多达几十万名的移民 在法律上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一系案件被爆回一系案件就以一个行政方式 不用他们出庭受审 同时也可以留在美国直到另行通知 不过如果看回特朗普执政期间 当时就有政策要求这些 非法移民必须留在美国边境以南的地方等待移民法庭的聆讯 而这项政策也令不少有意想跨越边境进入美国的人 是减少了多达70%那麽多的 另外根据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 在上星期时也向《纽约邮报》说道 他很希望拜登政府可以考虑恢复这个政策 不过拜登总统就拒绝了 他还说这个问题是很复杂 拜登就说他不想墨西哥制压出太多的非法移民在那里 不过随着边境的危机越来越恶化 越来越差 拜登在6月份的时候也改变了他的政策 当时就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每当有非法移民越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时 就会暂时关闭边境 尽管是这样 从边境所遇到的移民人数下跌了多达55% 而国土安全部也宣布在2024年驱逐了超过70万名的移民 这也是自2010年澳巴马政府以来的最高纪录 非法移民问题是有多达52%的支持 至于赫錦麗就只有36% 续续就比赫錦麗多出16% 而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的CNN的节目上 下面民主党候选人赫錦麗也承认他们需要更多移民法官来处理案件 不过他就强调拜登政府在边境问题上是做得很对的 如果既然做得对的话 那为什么在拜登政府期间 这个移民问题会变得恶化起来呢? 大致上报道就只有这么多 当中也提显出美国的非法移民是非常之严峻 有大量的非法移民的案件已经开了 但由于法庭有大量的案件需要处理 接着就导致大量的移民案件的积压 而这个移民案件的积压 也能让这些非法移民可以继续留在美国生活或工作 至于拜登政府是不是刻意放远手脚 任由一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定居生活工作呢? 继而就可以令到一些民主党或摇摆州份 那个人口结构出现改变 从而就可以令到那个形势变得更有利民主党呢? 这也是一直由共和党及一众支持共和党的媒体 经常传出的一种说法 但事实的就是 非法移民本身就不能够拥有公民投票权 如果既然不能够参与投票的话 那这些非法移民就只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负类 当然这些非法移民也需要 为了要等待他们的案件可以审理 他们都可以选择找工作 尤其是那些等待庇护申请移民的人 他们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甚至乎有些不能够有合资格获得工作许可 的非法移民 他们更留在美国打工 而且这种情况也颇为常见 因为人始终都要生活 来到美国这么辛苦 当然就是要赚钱 不过这些打工的行为通常是较隐蔽 要找他们出来再把他们拘捕也不容易 而还有就是 有时非法移民在等待案件需要处理期间 他们也可以申请工作许可 当申请到工作许可批出之后 他们就可以合法去找工作 所以就算对不少非法移民来说 就算你被逮捕也好 需要开包接受审讯也好 但在等待审讯期间 都可以出去找工作 只要申请一个工作许可就可以了 当可以找工作了 不是很努力去打工 继续就可以把赚回来的钱 寄回他们的原居地 正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不少非法移民 都愿意跑到美国搏一局 因为说到底 在整个美洲来说 始终都是美国可以找到最多的钱的 于是美国就变成 非法移民最为受欢迎的国家 但这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可以短时间解决呢? 特朗普就拍了心口说 一定会解决得到 而何锦丽 看来他的表现就好像是 拥抱一些非法移民 虽然他过往来说 都真的说过一些 说话就是 他是不支持非法移民 但以他 何锦丽 目前的宣传 也重点批评过 非法移民 是属于特朗普政府 所留下来的问题 但数据就骗不到人 明显的就是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非法移民的问题 肯定是没有 拜登政府那么严重的 好了 关于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今节就说到你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